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坚持用这种自由写作的精神来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等等这些方面 我们不会屈从于任何打压 无论这种对于写作自由的这种压力来自哪些方面 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方面的 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在这里呢 我也再次呼吁世界上的各国作家 特别是自由国家的这一些作家 甚至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 继续持续的关注中国作家的写作状态 就是帮助他们争取自己的写作自由 在冷战之后这种中国的自由状况跟整个世界文明进程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说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支持 一起努力把中国由一个独裁国家没有写作自由的国家变成一个自由国家 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自由的写作出版自己的作品的话 那么呢就是说对于整个世界提升世界的文明化水准 整个世界的这样走向一种作家的真正的能够自由的写作的这个天地呢 我觉得是有关键性作用的 而有没有一个自由写作的环境 是提升整个人类这种精神品质精神素质创造出更好的 感谢观看